那么如果我们加入到其他的替代方案 输出地输出地的替代方案 我们发现由于时间关系 把这三张图我就不太介绍了 我们只是介绍和前面类似的图 如果我们不仅假设交通管制强度可以放松 而同时我们可以假设 其他的那两大类措施可以进一步强化 因为那两大类措施对于交通管制 可能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 同时他们对于经济的影响更小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 还是月二三号起 如果以控制死亡率和合20为依据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全国基本都存在 就是通过强化那两类措施为前提 那么是可以进一步地放松交通管制 这个维度的管制措施的 在全国范围内都是可以放松的 而且即使以合20更严格的目标 而为导向也是基本上可以 自一月二三号起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 进行一定程度的放松了 可能湖北有些例外 但如果我们仍是以这个控制干染树为目标的话 那可以看到像东北地区 像这个 内蒙古 包括其他一些地区还是有淡淡的那个浅蓝色 意味着还是不存在全面放松管制的这么一个方案 这个再次印象呢就是 如果以控制死亡干染树为目标 那么的确1月23号的封城的必要性 但是反过来 以其他为目标导向 即便在1月23号我们也不需要那么严厉的全国各个地方 当然不是全部了 以湖北为中心吧 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采取的风筝措施可能是不必要的 而如果我们看 从2月2号2月10号开始 甚至我们以干染抢树为目标 我们也是可以 全面放松 这个不同地方交通管制 甚至全国内的 全国范围内的放松 但是呢代价就是我们需要更精准的实施 那两类输出地的排查 以及输入地的一些 随着隔离的措施 要以更强的那种措施为代价 才可能实现这种放松 但这个呢是符合疫情常态化管控之后 一个大的政策方向 就是我们需要把这个管制措施更精细化 精细化到省到市到社区 而不要再采取最严苛这种跨区域的交通管制了 这种对于经济伤害最大 那实际上这是我们也是 基本上当时我们做的时候 还并没有这种政策效果出来 但现在可以看到的确像我国也在实施 这种更加精细化的管理 而基本放弃了这个跨区域的交通管制 可能还在维持就是跨国间的这种管制 当然这个如果依照我们这个文章的思路的话 也是可以来探讨 就是这种国际间的交流是可以适度放松 但是可能需要对国内的这个管制 国内那种精细化的管制做更加严格的要求 这也是可行的 那这也是我们对未来的这一些 这个探讨的一些建议 感谢您的观看